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NFT PEACE SHOW 今天是2022年 9月28号晚上11点钟 今天是礼拜三晚上11点钟 欢迎大家加入 欢迎欢迎欢迎 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聊的是 如果你在市场上现在看到的NFT 你会觉得它的价格是贵还是便宜 以及这个价格要怎么样价格 你在你心目中觉得是一个合理的价格呢 那大家都知道 目前市场整个是在熊市的状况之下 我们换句话说 在这个熊市的时候 如果你这个地方无人问津的时候 不去关注价格 那请问你要在什么时候关注价格呢 你要等价格在飙涨的时候关注呢 那当然 不是这样子 整个crypto市场目前为止是20 这边20是相对的还是比较 比较恐惧一点 我们如果带大家来看过去 24小时比特币从2万 左右就跌回18,900 那ease从1295 稍微往上涨啊 涨到1300多之后又回 过去24小时都回了6.3跟6.79%了 那我们稍微再带来看一下 比特币的部分 如果你看4小时图 4小时图 我们之前这边的支撑其实是在1850左右啊 那在9月27号的时候就涨到20,250 那现在又拉回 你看好多地方这个地方其实都出现不同技术指标的背离啊 但是跟大家讲技术指标背离 常常都是短时间走的时候出现技术指标背离 有机往上 那如果你说真的这个地方要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往上 我可能都是要 所以我们在Bitcoin的价格我们再看是看到有机会 如果往下跌机会到14,000 那ease的价格一直走在比较前面 这一波反而一直在领导NFT跟领导整个Bitcoin的价格 一直走在前面 一直这边支撑其实是1,270 我们再次碰到1,270 1,270这边碰到几次 1,2,3,4,5 第六次碰到之后 如果这个地方有办法超过1,390 那就有机会往上走 不然的话 在这个地方持续在1,430到1,260 直接在这边盘 最终呢 我觉得最终还是有机会回来回撤 这个998 你算是1,000好了 还是有机会回撤1,000 我觉得这个吊带1,000这里没有什么压 没有什么压力 那顺便跟大家讲一下AppCoin 我们特别在Discord里面还有朋友问我AppCoin 说别人你觉得AppCoin目前怎么样 AppCoin发行出来之后 然后高队其实在20 25块左右 25块 只有回回在3.12 1.5 你说3.2吧 回到3.2 那现在这个AppCoin 其实他是做一个三角形的收链 他这三角形的收链 在这个地方 如果有办法这个收链这边突破 那就是要涨到7.8以上 这半往上走 那AppCoin前一阵子 发出他们要有stacking的这个新闻 稍微市场 稍微反内营了一下 但是目前为止感觉上还是在这个5.5左右 正负大概是1.5左右 5.5正负1.5 往下的话大概是要到这个地方四 第一个支撑 所以这边跌破 如果是最跌破的话 就要看3.3到3.2之间 AppCoin AppCoin相对 是整个Crypto里面 如果你说 跟NFT的相关指数 我觉得AppCoin是最符合NFT产业的一个币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 NFT的量 那NFT量目前为止量在 1千万 9月27号 1097万 那再往前这几天都是900多万 那如果我们看这个人数的话 在39613 就是3万多人 这人数其实还是差不多 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我们再来看一些蓝筹的部分 我看趋势 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个部分 你说无聊猴 无聊猴在这边 目前会90个Ease 90个Ease 你觉得贵还是不贵 对不对 那你说Punk在这个地方 Punk连续这几天有大量 从9月24号 Punk这边有出量之后 那9月28号也出量 Punk这个地方 连续两天 连续隔两天都有出量 那反而无聊猴变种猴的量 没有Punk的多 那Invisible Friend Invisible Friend 前两天跟大家讲 Invisible Friend 他们这边出的 第一个是3D Invisible Friend 第二个就是Garpet Friend 他们将来要持续要发售 所以这里有机会 再做一波往上走 Invisible Friend之前 在低位的话是1.5 现在其实涨到3以上 所以如果你低位近的话 这边将近有 立备的这个获利空间 那如果你看到无聊猴的地 在这个地方 Other Side 目前为止 今天也出量了 昨天 昨天跟今天出量 只是价格还没有反应 Other Side地有机会 有一波 那无聊猴的狗 这个地方也稍微有量 那再往下走 你看ColonX ColonX昨天跟前天连续出量 27号26号跟27号 连续有两根量出来 那持续价格 看会不会跟上 ColonX 这个持续X 持续这个地方 有机会往上翻扬 那你看如果 如果Azuki是走在比较前面 再往下看的话 你就看到 Moombard Moombard的目前为止 量是没量 有量的反应是什么 Cool Cat 跟Doodles Doodles之前有新闻 大量之后 目前为止 Doodles没量 Cool Cat 是 那元宇宙的持续就是这个盘整 那我们稍微一个一个 带大家来看篮球这几个 我们先带来看一下Punk 你说Punk这里 一个最基本的Punk 我讲说这个紫色帽子好了 如果这几只 紫色帽子 这个之前5247 还卖10个Eath 这怎么之前会卖10个Eath 两年前卖10个Eath 他现在又拿出来交易 那两年前卖10个Eath 另外这个卖95个Eath 这只4961 90几个Eath 10个月之前交易 那我问你90几个Eath 你赚100个Eath好了 95个Eath 你赚100个Eath好了 所以他这个价格在这个地方 大概是12万多美元 你觉得你会不会去花12万多美元 买一只Punk 那这个就是看个人 那大家如果说你心里 如果你问我 我觉得Punk应该是50的100个Eath 是很合理 为什么 因为Punk的低位最低 其实跌到55个Eath 那高位的话 其实涨到150几 你没有看错 没有记错的话 Punk是甚至在 2020年7月份 这边涨到200个Eath 那我们想今天跟大家讲的是 在无人问件时候 带大家来看一下价格 然后呢 我们可以知道说 这些NFT 如果你手上有liquity 当然不是说现在去买 那我要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 我们可以去了解市场 那如果你看Punk 之前的平均价大概是70几 Punk绝对是所有玩NFT的人 收藏家 心目中一定要有一个的收藏 你看最近成交的8分钟之前 成交一个是10万06千抽烟的 这些还不错 绿头发的这个就贵了 这个还好 这66个Eath 这8万7千多 差不多在9万到12万之间 Punk目前价值 你说你愿不愿意买一个这样的艺术品 然后挂在你的办公室 或是你家里面 你会想会做这样的事情吗 那这就见仁见智 其实那我就等于说 如果我们在NFT的立场来讲 我们在办艺术的角度来看 如果你不是非常喜欢艺术品 你买在家里放着 那基本上卖不掉的话 你要接受 那这个是Punk目前为止 我觉得价格还是可以 第二个带大家来看的是武疗猴 武疗猴这个地方价格来到83Eath 武疗猴跟Punk目前为止 还是武疗猴的liquity比较充足 因为毕竟武疗猴的collection比较大 最近武疗猴 你看最近的武疗猴 虽然没有任何什么新闻 但他交易的量还不错 他每天都还有5到8个 甚至有些日子 他交易量还有十几个 那跟像这种高单价的 对超过50个Eath 每天都还有十几个交易量 那这个交易量其实算起来算是 还蛮不错的 你看武疗猴 基本上都差不多在十万到十三万之间 甚至十四万 最近成交 如果你说的floor 大概是八十八十三个Eath 如果你说八十三个Eath 大概多少钱 大概十万零九千 就大概十一万左右 所以你说你愿不愿意拿三百万 台币去买一只侯子 对不对 甚至你说 大概是八十万 两百多万 三百万都是八十几万港币去买一只猴子 那这个其实见仁见智 但是如果你问我说 你猴子的价格来看 这只猴子一年前之前命完之后 在这个地方八三个Eath 他三天之前卖给人家 卖出来了 这个是三天之前成交的 第三个我带大家来看一下 Other side D Other side D 在目前为止是1.7个Eath 那随便我们点一个floor plus再给大家看 你说我们之前我们也讲说Other side D 我这个东西命出来到现在目前为止五个月都还没交易过 offer是1.58 Other side D 为什么其实在市场上还是有它存在价值呢 很大的一部分是因为它本身量 本身量够 所以它的流动性够 就代表如果你有Other side D 你想要卖你不会说卖不了 那这等于是一个无聊猴 的生态圈里面 除了币之外 那Apple coin当然是其中之一 那Other side D 等于是第二个容易被人用来套现的 如果你说我想要在无聊猴 生态圈里面 也有NFT 我不要币 那其实是Other side 为什么 Other side本身自己的这个D 是量多 然后可可行性多 可行性就是它的种类也多 那所以基本上你要进出 想到对的是比较方便 我们随便点一个普通的 你看这个随便普通的 这个之前 如果你说你之前五个月之前 第一时间命完 这个人蛮厉害的 命完之后就把它卖出来 卖3.4给EAT 那人家中间这个人接手是1.79去买 1.79去买的 等于是中间损失将近1.6个EAT 5个月这边损失1.6个EAT 那这个地方他又持续在拿出来买 看一下这个要卖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收藏家 这就收成cripps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跟大家讲就说Other side D其实还是有一个持续收藏的 这个 就算什么 持续收藏的利基呀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Clone X Clone X在这里 Clone X其实蛮妙的 Clone X如果你看去比 我觉得Clone X的价格应该是照讲要比Doodle 甚至要比Azuki还更高 但是目前为止这几个项目Clone X价格最便宜为什么 因为Clone X他已经被 Nike买完了 买完他等于是后面没有在额外的会有funding 或者是有新的这种融资的新闻或是可能性 所以他等于在市场上 相对他的爆发力 会比较有限 那你说Doodles跟Azuki他们最近 你说Doodles也达到了funding 达到5000多万美金 Azuki在船 也是有大的基金要进来 那反而Azuki跟Doodles在这地方看起来 类似有机会会比 Clone X的 这个爆发力更大 所以这个地方我告诉大家就是想说 如果你说比较稳扎稳打稳定一点 我大品牌的支持 那我当然会以Clone X为主 你看这个8月22号这边的低点大概是6个Eats Clone X我觉得这个地方大概是6个Eats左右应该就是他的低点的 目前为止6.76 这里有机会如果再持续碰6个Eats 的话多碰两次 这里如果出量有机会 Clone X 有可能会有一个 底 Doodles之前在 9月14号这边出了一个新闻 然后价格从6个Eats涨到9个Eats涨到50% 目前为止大概是在 9个Eats左右 7到9个Eats之间 那如果你说9个Eats的话大概是 12000块美金 那你觉得Doodle 12000块美金你觉得合不合理 那我觉得这是见仁见智 但是如果你以Doodle后面的community 跟他的整个融资 跟 团队来讲 我觉得这个价格看起来 还OK Doodle如果有机会跌到5 6跟5之间的话 如果再跌的话 我觉得都会是一个不错的买点 你看我们随便点进来 他命 是一年前命 然后大概是1.2的时候他就转手 第一次转手之后呢 再来是7.6 再来是15 转手转几次 最高转手在25 一直转走5个月之前 那你想想看如果你在 1.2 进场 一年前1.2进场 然后你后了6-7个月 你不管是卖15或是卖25 都是很不错的一个获利 虽然现在从25这里回挡 跟大家看一下azuki azuki目前为止在9 价格 那很多朋友讲说 哎呀azuki如果之前我们好朋友 他们的去抄底azuki 抄底6个月7个月在这个地方基本上都赚 如果你可以卖10 14 其实都赚一倍以上 那当然是新闻一出来 就应该搞出货了 azuki这个地方应该有一波的人有赚到 那持续azuki现在目前为止 他们之前讲的会有大行进来投资 还是没有确认 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还没有确认 那这个地方也只等 如果有新闻出来的话 那就大家注意第一时间 如果你觉得短线可以抛售的话 可以先获利了结啊 不然的话azuki中长线 还是有投资的可能啊 那另外我们带大家看一下 moomba moomba价格 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说在在 10 给eats左右这边出现了一个 地板啊 你看 10个eats左右这边都是一个支撑 支撑支撑支撑9月 然后呢 之前有一些新闻出来是涨到12到14 结果到9月27号又回到10 moomba10个eats如果往跌到10个eats以下 现在有一些offer 9 9.6 9.3 9.5 有offer很多时间 出现很多人的offer 这可能就会代表是一个 短线的支撑呢 这两天的offer大概是9.3左右 9.5到9.3就有人 太offer了 那这可能是9.5 会是kuket 就是moomba这个短线的支持 那大家讲说为什么要去买moomba呢 我觉得momba有两个 如果大家对这个community 比较不熟的话 moomba当然第1个是proofcollective 那他们后面 就是kevin rose 那自己是一个创业家 以及是nft 跟crypto这些大佬 那他们这个community还是蛮扎实的 那第2个是moomba自己本身 这个系列 还是做出一些口碑啊 毕竟他们还是融到钱 而且moomba后面的 还有moomba后面持续要发展不同的内容 还有moomba他们也请了不同的这个agent 来帮他们做品牌 那我觉得moomba还是 比较值得大家去关注的其中一个蓝筹之一啊 这里估计如果能跌到10以下9啊 9.5甚至有订阅掉9 我觉得会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啊 视频还有我们内容不错的话 请帮我们按赞转发 周一到周日晚上11点钟 在twitter space 感谢大家的参与 谢谢大家 请大家明天再来 晚安再见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